金融市长谢国良依然不愿就自己上任这一年三个月中所发生的所有争议 正面回应各界的质疑 发起这场罢免不单单只是为了2月1号 金融市政府忽略程序正义 在未经法运许可之下 带着警方强制进入当时还未有产权的建物 而是针对后续谢国良一连串忽视民众的声音 将每一个不同于自身的意见都指向机器人的攻击 更是为了长久以来 谢国良借着自家在地方的势力 将一切不恰当的行为都视为理所当然 谢国良上任以一年三个月 选前的政见也一一跳票 明天团体发动这个罢免 我想这是公民的一个权利 我们予以尊重 不过我个人自己也是金融人 其实我相信还有包括我自己 对于自己的市场被公民来发动罢免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光荣的事情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这次拆凉行动的发言人林茵茵 那罢免行动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 有许多民众表示已经将提议书填写完毕 但可惜的是 即使是到了开始跑罢免程序的时间 金融市长谢国良依然不愿就自己上任这一年三个月中所发生的所有争议 正面回应各界的质疑 发起这场罢免不单单只是为了2月1号 金融市政府忽略程序正义 在未经法运许可之下 带着警方强制进入当时还未有产权的建物 而是针对后续谢国良一连串忽视民众的声音 将每一个不同于自身的意见都指向机器人的攻击 更是为了长久以来谢国良借着自家在地方的势力 将一切不恰当的行为都视为理所当然 面对目前基隆多项合约纠纷 除却市府与维丰的ROT案 还有信义驱公所旁停车场 信恶立体停车 信义国中停车场等多项招标案 都是权力经最低者得标 市长本人却直接以一句 一无所知将说明的责任都丢给交通处 谢国良作为基隆市长 面对所有疑问却始终拒绝正面回应 更紧抓着维护市场一事不放 提出质疑的议员及民众却要被指称是在捍卫厂商 但请问市长 究竟谁才是土力厂商的人 你所谓的最有得力标准的标准 究竟何时才愿意与社会大众说清楚 不单如此 谢国良更长期动员自家二姓企业的员工 若谢国良表示对于反制罢免的行动不知情 那过去每一次要求二姓员工助选 难道也是不知情的吗 甚至将手伸入校园 不仅以续聘要求二姓中学的老师在放假时浮选 学生的服务学习甚至是在包装谢国良的竞选小物 毕业多年的校友还会收到拉票的邮件 可见二姓中学生为教育机关 却为妥善保管学生的个资 而是将其作为政治用途 明显违反了教育基本法第六条 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 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 亦不得强迫学校行政人员 教师及学生参加任何政治团体及活动 如今谢国良上任 一年三个月选前的证件也一一跳票 承诺免费就业提供就业青年电动汽车 从太旧换新优先变成必要条件 打着GoGoGoRoad的名义 最后却未列选入选项之中 更多除了需要连续五年 每年完成四小时以上公益时数之规定 发放每人一万元的染疫未问金 也从以前 也从以劳动人口为优先发送对象 改为只有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才有领取资格 提出政见前后不一 还不停增加适用条件 难以信任谢国良未来提出的其他市政 最后也在此呼吁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罢免并不是拿来威胁市民的手段 本次罢免是经由基隆市民理性分析后 所做出的公民行动 而非报复性的作为 更不是如吴国胜所弃称的意见太多 相反的 正是因为谢国良对于基隆发展的不作为 以及近期 在各个场合所呈现对于市政的不了解 这才正是民众选择发起罢免的最大原因 我想选举就是选民透过选票 将全力赋予市长去进行他所希望进行的公众服务 那不论成效或者是褒贬与否 那都在容许范围内 那近期呢 谢国良市长的所作所为 我相信应该是有些公民 他们认为在非常的不满 所引起的 那后续这场罢免运动 会不会掀起波澜呢 就考验谢国良市长 他本人的智慧 以及他的态度和后续的作为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要问几题哦 想一下 素题 对素题 好 我们就是谈一下就是立委的恐吓 爱情好像越来越多人受害 好像已经确定IP或是在中国嘛 有没有最新的进步 好 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不容许有任何人 来恐吓威胁我们的国会议员 我想这一点是绝对不容许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也要求集政署 强化对国会 以及这个我们国会议员 人身的一个安全 那另外针对有接收到 报案的相关的一个案件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查起来 基本上都是在境外 那有在几个不同的一个国家 当然也有IP追查到是在中国境内的 那这一部分因为都在境外 所以必须透过跨国的一个协作 另外当然也透过管道 向中国这边来这个寻求协助 我想警方会全力的来跟国际上来进行合作 希望也能够将这样子 这个传送恐吓信件的这个刑犯 也能够这个将它这个来 有相关的一个逮捕 或者说能够查起到 有相关法律上的一些作为 那如果有最新的一个讯息 会请刑事警察局 还有警察署再跟大家来做报告 我们看这个东岸国庄局事件延烧 那基隆民间团体们 已经夸起了罢名谢过来的行动 其实东岸是基隆之光 过去基隆 大家如果台北 或者说大台北民众到基隆 看到我们的东岸商场都会摇头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脏乱 我们说以前是基隆支持 最后的一个援手 那在我的任内 我们运用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出餐的一个方式 来吸引民间的一个投资 然后也变成是基隆之光 还得到财政部的金贝奖 以及我们国家建筑的 这个设计的金质奖 所以也让基隆亮起来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一个案子 那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上 的一个工坊的一个焦点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基隆人不乐见的 那至于民间团体发动这个罢免 我想这是公民的一个权利 我们予以尊重 不过我个人自己也是基隆人 其实我相信 还有包括我自己 对于自己的市场被公民来发动罢免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光荣的事情 我想城市应该是 要在一个稳健持续的方向上来进步 跟发展 这个才是所有市民大家共同的一个期待 那新任的市长到现在也上任了一年多的时间 大家期待的是他能够兑现他的一个政见 我想这是民主社会大家的一个共识 也是政治任务对我们选民 应该有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那怎么可能明明是民间团体来喊霸凉 但是国民党的基隆市党部主委是说不排除呢 会来对民进党的议员进行罢免的报复 我觉得 罢免是公民的一个权利 这是我们的法律所赋予的一个权利 但是如果把它拿来变成是政治上恶斗 有斗争的一个手段我觉得就不可取了 市长部长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最新的网路声量也曝光 就是说您的负面声量是排名在内阁的第二名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觉得说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数字应该把它看清楚一点 因为内阁阁员的网路声量 其实大概反映的就是民众大家对这个部会相关议题的一个关注跟关心 那它当然也会跟时事的一个议题也会有关联性 那除了这些负面的一个声音 其实就是民众的一些建议跟批评 那我想我们应该虚心的来接受 并且检讨政府的政策上 或者在一些直行面的一个措施上 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 把它转化成是我们进步的一个动力跟力量 我想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 但同一个报告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正面的 其实中立的这些声量跟声音 其实这些就也是同样是给我们一个肯定 那大家对政府的一个要求标准越高 我想这是代表着民主社会还有公民的一个进步 那当然执政的团队就应该更努力 不管是在地方政府还是在中央的部会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目前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 我想我从来不给自己来打分数 不管是我过去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指标 就是当政治人物走在街上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民众看到你会跟你打招呼 会称呼你市长 称呼你部长 给你按个赞 我想这个是最直接而且是 我觉得是最准确的一个调查 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走在路上 其实也没有人理你 甚至给你负面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其实这个反应 这个其实态度也很明显 所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 都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好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待 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好谢谢 内政部的这个反诈素材 出现了柯文哲的英党 那被拦引说 难道是在暗指柯文哲是诈骗集团吗 或者说怎么会把柯文哲的英党拿来当素材 我非常谢谢昨天在立法院 委员在咨询的时候提供我们这个讯息 那我们也在第一时间 要求警政署跟刑事警察局 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了解 那昨天刑事警察局也已经做了说明 那嘉义之音电台 他们也出来澄清 那这个事情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进行反诈的时候 刑事警察局把建构了一个 Google的一个云端的硬碟 那并且把这个云端硬碟的一个连结 提供给这个各单位机关 能够迅速的一个下载这些内容 那这个嘉义之音广播电台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可以这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的 那后来调查了解发现说 是嘉义之音广播电台 它把因为它也接受 柯主席柯文哲的一个委托 那他们的人员不小心把柯文哲的相关的一个音档 上传到这个开放的这个云端的一个硬碟 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误会 那昨天刑事警察局还有包括嘉义之音广播电台 其实都已经做了这个说明跟澄清 是这样子的一个单纯的一个事件 不过我还是再一次说明 非常谢谢立法委员给我们的一个指教 让我们能够立即的把这个问题能够掌握 然后把它做处理 相关的这个云端硬碟都已经删除跟下降 没有治安的一个问题 konse고疯似到最高峰的推炼 繁故事項 广播剧场的影连续